接著下來我們來看看 詩敏老師這一套衣服 也是第二次出現 對 因為一直看上去 前面穿好厲害 他穿機好好 而且穿機 真的耶 因為新年穿 就是妳穿到前面去 清點庫 再往前穿 還會被 再往前 我卡到了 是不是 我卡到了 然後妳現在攝影師妳照她 妳照她那個 然後妳再慢慢慢慢編 慢慢編 她好害羞 妳既然穿這樣 妳手就不要遮 所以她對她也沒有要人家遮 她只要一個腳往前 她就曝光了 就是很奇怪 她就是覺得說我都沒有漏 我怎麼會呢 我下面是短褲 而且我的短褲又沒有漏屁股 可是她就是很漏 因為她口開比較大 可是因為我腿是撞腿 所以我那時候在上網買這套的時候 就想說口開比較大的 可以修飾讓視覺上 覺得我的腿比較細 不然如果她很緊 就會覺得我腿很粗 真的 這概念是沒錯 對 但是妳這件的那個 它的斜切的部分又太上了 這個好像是妳出捷運有一陣風 妳這邊會就要整個 送進去的那種感覺 這就是會讓人家引誘人家犯罪 引誘人家犯罪 隨便手就進去 妳看 現在本來最引誘人家犯罪 現在最優雅 最有資格講 對 我真的有資格講 但我就是盡量都會就是腳會交叉 就是 怎麼可能 妳走路怎麼交叉 就這樣走 她說妳不走 妳走一次 而且妳坐手扶梯的時候超危險 對 手扶梯 手扶梯 對 手扶梯 手扶梯的話可能自己就要一直抓 手扶梯 手扶梯要怎麼 不要讓那個洞 妳這樣會很累 一整天妳都想說妳的妹妹 會被人家看到 然後我會被刺牠 對 然後可是腿細了 對 我幫妳拉一下票 我個人其實是不討厭這個衣服 就是說這個樣子什麼 我們是說褲子 對 衣服好看 我覺得褲子脫掉搞不好好一點 一套就是這樣 這褲子可能就不適合她 再加上這個顏色也很挑人穿 對 我們請那個妹過來兩個顏色來品牌 對 我真的要講 對 這是牛皮紙袋 對啊 你看 牛皮紙袋 你看妹的這個顏色 同樣的看起來是同色 類似同色系 就屬於那種 東方人穿起來容易會髒髒 或者是顯暗 或者是妳現在這樣目測看 好好看 妳一拍照的時候 或者鏡頭就會膨脹不得了 對 以顏色來講 妹的顏色可能就會比 詩敏這個顏色稍微好一點 妳請氣質美女請妳推 妳好啊 手髮 網路買衣服就是比較有一點 就是危險 對 再加上這樣的衣服的時候 是因為詩敏夠高 否則一般的話沒有像那麼高 那個手的比例會變很短 對 很容易變很短 所以除非妳要自己要 要拉下來 對 所以我覺得 其實詩敏本身的品味不差 我覺得她可以再 對啊 她會買這件 我們也很shock 對 我覺得她可以 如果你今天這是褲子 妳就寬褲 長的寬褲 長的寬褲 對 妳長的寬褲 妳這件如果可以 妳一下擠就露出來了 對 對 她的屁股不太長 好長 沒有 我覺得這個是 跟男朋友在家裡睡覺的時候 傳給她看 對 妳看 對 這樣子就好看 這件好好看 對 快一點 對 然後這個 然後這個褲子 很熱 像這一件比較特別的地方 是前面 短 後面 長 所以這個妳還可以露一點點 腳踝 就會覺得可以長 我覺得露得剛剛好 露得很微妙 女人最性感的部分是第一個 尖線 鎖骨 腳踝 妳有時候把這個 微微露出來的時候 這個是比較高妳的 好 對 像這個也可以 前的好 對 像這種前的也可以 對 更夏天 看起來更 而且看起來更高 對 很高 然後又很瘦 可是她就是喜歡露腿 對啊 還是妳卻她露邊 好 老師 我們交給妳 好 迫不及待 我們想要看汪老師 到底被改造成成 什麼樣子的 來 請看 好 其實 私密有一個得天獨厚的地方 就是第一個臉小 然後這些 上半身 肩膀什麼 都是瘦的 但她其實 我相信 剛才在她還沒有換妝之前 看到她比較 她最粗壯的地方就是 大腿 大腿 下半部的這個部分 所以她要用很多的方式 才能掩蓋那個腿的部分 所以我們要怎麼樣 讓她的陽善隱惡這個部分 那重點就是在於 我幫她選擇這樣這樣的衣服 看起來是消尖的 你想說她露哪裡 因為私密要露上半身這些 對我們來講是 她是容易的 但是我這件衣服 她露得比較特別的地方 是在於她的側面跟背後 側面 我們先看一下側面 裡面當然是因為我們有穿一個 小可愛的部分 否則我會建議大家 是不用到那麼高的小可愛打底 其實就是一個很漂亮 如果胸部很大很漂亮 是不是就可以不用穿小可愛 微微露一點點 對 微微露一點點 其實是OK的 其實在歐美那些期 大家都是很自在很自然的 好 我們來看一下背後 她特別留在背後 這件衣服的特別地方是背後 她跟一般的挖法是不太一樣 一般的挖都是怎麼樣 衣製型的 或者是那種開口的 明型開口 像這裡是有一點點花邊的設計 所以你看她這側面 她拱下來的時候 是很漂亮的一個 對耶 所以我選擇這樣的衣服 然後下半身我幫她配的是一個 像絲巾布的一個裙子 很美 對 而且這個 你看其實這個裙子 會讓妳的下半身 很涼 很涼以外會選得很顯瘦 對啊 很條紋 你看她已經瘦了 而且明明她是很條紋的 對 但是其實你看她這邊 妳來摸摸看 來 妳們來摸摸看 自己吃肉 我們都知道 對 妳來摸這邊 是不是 狀的 對 她像我摸錯 我以為她摸料子 沒有 料子一定要 摸的地方是這邊 但是 遮住 對 這個比較有趣的地方 是 會覺得 假設這個條紋 全部都是往這裡 妳看很寬 這樣很明顯 很寬 妳看這邊就看得到對不對 這裡就看得到 對 但是 妳放下來的時候 對 它的整個側面 這邊有多了一個裁切線 側面 然後 這個設計是很值得鼓勵的 真的 厲害 想好多 超修飾的 妳看打開裡面 妳在做的時候 對 還是露出來 對 露出一點點 我們再來看這個側面 這裡 妳看在這裡 這個腰的 妳的腰就變得 稍微長一點了 而且現在還像扁身 扁身 然後整個垂下來 像這樣的部分 因為如果說 這一塊橫步 如果沒有做這樣子的 剪裁設計 其實很可怕 對 很可怕 很可怕 不是每個人都有條件 一定要露手 或者露鎖骨 或者露很多 就是大家覺得 理所當然的地方的時候 我會有幾件上衣 也會推薦給大家 是露得不理所當然 就是 對 就是妳要露得對 好 就是說 不要說強迫露 比如說像這一件 強迫 這一件看起來 側露拿 妳正面看起來是 超級寬的 寬的對不對 然後有一個領帶 對不對 對 對 這個好 這裡 它前面好難性 可是後面又帶點性感 後面這裡 好 再來另外一件就是 我背也不行 我背都是痘 我手臂也不行 太粗 都沒有辦法露的時候 我們還有另外一件 露一下 腋下 對 但是要先除毛 沒有 它沒有說露衣 它就一點點 這樣子 妳看得到嗎 有 是這樣子 對 然後它這還有一些 你還可以拿掉嗎 變背心 對 它可以拿掉變背心 所以妳可以露一些些 前面當然我可以開一點 然後妳是露這一點點 然後妳袖子還可以 稍微捲起來 很多衣服其實是 在那個新技巧上 可以讓妳覺得 好像不可能的任務達到 這個衣服是我推薦的 橫條偏接的四隻長軍 切割了下半身面積 讓下半身更顯鮮細 加上上衣的小心肌 讓詩敏露得時尚又性感